男人突然惊恐地发现 正在他面前乱飞的苍蝇镜突然停了下来 他慌忙想叫其他人来看 可这才发现 屋内的人们也陷入了诡异的境界 而不仅是屋内 屋外的所有事物也是如此 他们都仿佛被人按下了暂停键 男人白鸽坐不住了 当即就准备逃离 可没想到就在这时 一个黑衣人却面带微笑地走了进来 眼前一切正是他的杰作 而他来这里是找白鸽谈判的 只因两人都不是地球人 而是悄悄降临地球的外星 灰人族和蛤蟆族 就在刚刚 灰人族和白鸽其他族人已经说好 地球以后归灰人族 黑衣人警告白鸽在他们毁灭人类识别插手 因为在降临地球的外星人里 白鸽已经完全融入了人类 甚至还做了人类医生 帮助人类治疗疾病 黑衣人说完便离开了 白鸽很气愤 他很想帮助人类 可以想到灰人族强大的努力 不是他能惹得起的 白鸽思前想后 他在家里的地窖里挖了个洞 然后将一颗外星科技球扔了下去 紧接着地底开始光明 下一秒 一个末日地堡就这样被造了出来 只要储存好食物 在这里过十年以上不是问题 白鸽想把自己的人类好朋友们都带到这里来 等灰人离开后再将朋友们放出去 白鸽高兴地找到了朋友们 可朋友们听完他的计划后都拒绝了 他们宁愿和人类族群一起毁灭 也不愿独活在世上 见此一幕 白鸽不再劝阻 愿由灰人毁灭了人类毁灭了地球 但眨眼六十年过去 白鸽却越来越想念自己之前 和人类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光 他看着被灰人破坏的环境非常心痛 他想找办法拯救地球 但现在已经不可能了 就在白鸽绝望时 天空上却突然出现了一团蓝紫色光圈 而不可思议的是 从里面净飞出来的两只海鸽 虽然海鸽因为承受不住现在地球的高温 直接化成了灰烬 可白鸽却非常开心 因为他认出光圈其实是时空裂缝 可以把人传送到其他时空 而地球上时空裂缝一定还有很多 白鸽开始坚持不懈地寻找 终于在五百年后 他又看见了一个时空裂缝 里面这次还伸出来了一只水 这让白鸽更加确信 这个时空裂缝后的地球还没有被灰人破坏 想到此处 他当即不再犹豫 直接走了进去 但这个时空里已经有了一个自己 他要是再和自己接触 就会导致时空崩塌 所以白鸽选择将自己化成雕塑 并将阻止灰人的信息藏在了里面 而当这个时空的白鸽看见自己的雕塑后 当即成功接收到了这个信息 但靠自己的力量还是无法和灰人抗衡 白鸽于是想出了一个办法 他直接将自己的行踪暴露给了政府 过了不久 他的房子就被政府派兵包围 白鸽没有反抗 而是任凭士兵将自己带到了政府的秘密基地 白鸽向这里的高层说了 灰人即将毁灭地球的事 他这次要帮助人类反抗灰人 主管同意了 于是在白鸽的带领下 他们入侵了灰人在地球上的一处基地 解救了那些被灰人实验的人类 灰人很快便得知了白鸽的所作所谓 当即决定改变计划 加快毁灭地球的进程 为此他们决定执行一个更大的阴谋